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很多喜欢青史的好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什么在入关一史骁勇山战的巴西兵 到了这个清代的忠厚气影 怎么就成了不堪使用的溃败之师呢 有很多人都认为 这就是因为这巴西兵自入关以后贪图享乐 生活腐化奢侈无度的结果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就显得有些粗之大业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咱们就得往戏了巴吃巴吃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出其为民才是真正导致八旗禁旅战斗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咱们上文书说的是汉军出其为民 今天这段书 咱们就要介绍另外一波奇人出其为民的事 那么这是一批什么样的奇人呢 他们就是开护奇人 令计党案奇人和奇人当中的汉族杨泽 这样一来啊 咱们就勾到这个前文书了 为什么在讲八旗开始的时候 我就要把这三种人的身份跟您交得清楚了 咱们在这不啰嗦 简单的呀 再提一嘴 咱们主要说这个开护奇人 这群开护奇人在入关的衣室啊 其实都是奴隶身份 这些个奴隶呢 主要来自于明清战争 他们区别于清代其他包衣不同 这些人基本上都不会耕作 因为他们原来的身份主要就是明朝的将士 也就是说呢 干啥啥不灵 打仗一门灵 所以说即便是奴才 奇人在打仗的时候 也愿意带着他们一起出征 并且这早期的八旗是有制度的 这些能打仗的奴隶呢 他们可以通过战功赎买自己 把自己变成自由身 从原来的主子家开护出来 可以享受同正身奇人同等的待遇 说到同等待遇嘛 也就是可以获得奇地 并且呀可以参与调假了 在清初的时候啊 也就是在顺治康熙两朝 这些开护奇人 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奴才的身份 因为他们除了见到本主以后 要自谦的礼貌的沿用主子奴才这种称呼外 其他的和正身奇人没有区别 可是随着到了雍正年 八级户籍制度的完善 这些开护奇人曾经的奴隶身份 又被写到了户口部里 并且到了雍正年 奇物问题已经摆在了雍正皇帝的眼前 雍正皇帝执政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当中 德正人正贫出 您比如说这官身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火号归功 还有贪丁入母 这些个呀都属于是人正 可是在这奇物上 他却想出了他这一生最大的昏招 这就是出其为民首重满洲 这首重满洲的意思啊 就是要把旗内的所有汉人出旗 这其中呢 当然就要包括这个八旗汉军和这些开护旗人 因为这开护旗人啊 前身也都是汉人 于是这雍正皇帝就下明旨 八旗马甲俄兵应调取正户 开护者不准充当 这一道明旨很重要 这充分的体现出清朝统治者对非满洲人士的歧视 这种旨意一下达呀 就证明开护旗人只能充当杂役 再不能调假领取良想了 说实话啊 这旨意归旨意 实际上执行起来呀 很难 为什么呀 因为各地驻防旗人的都统们呀 他们心里是清楚的 八旗驻防军当中 主要的战斗力都集中在这些开护旗人身上 前一番的汉军出旗 已然对八旗的战斗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了 这要是把这些开护旗人再出旗 再编入到陆营当中 这八旗禁旅呀 就真成了豆腐渣部队了 所以在雍正年呀 执行起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可是啊 这种糊涂的日子也不长 因为这雍正只有十三年嘛 到了这个乾隆年呀 乾隆皇帝对汉人出旗为民的态度很坚决 不但三下五除二 把八旗汉军出旗的事搞定了 转过头来就下令开护旗人出旗 当然了 这里边也包括这个令纪党案人和杨子 那么这些汉人出旗以后 真正就缓解了其无问题吗 那些正身其人 他们又重新顺顺当当的调甲 安安心心的当兵吗 没有 因为这清政府把这些人惯的呀 已经当不了兵了 尤其是京八旗 皇上费尽巴拉的想出这些幺蛾子 都是为了让他们能调上甲 当上兵 吃上粮 顺顺当当的把这些粮饷 从汉人手里转移到 八旗满洲手里 可是当调甲调到这些正身其人的头上 问题就又来了 若是在京当差 无论是萧綦营火旗营还是扇扑营 要么西山瑞剑营 或者是丰台大营 哪都行 他条件好离家近呢 你要是把他调到环境恶劣一点的地儿啊 他算是不去了 想方设法的逃兵役 这全国住房嘛 当然就有条件好和条件不好的住地之分了 这些个政户其人 认为朝廷把他们调甲到环境恶劣 条件不好的地区去住房 那完全是为了惩罚他们 他们可不想这是皇上对他们的恩典照顾 他们给那些条件环境恶劣的地区 还分别起了名字 比如说湖广福建 他们叫燕障之地 西北呢 叫大漠绝域之地 东北呢 叫苦寒之地 那么说这些个地方原来就没有八旗住房军吗 有 这些个八旗住房军啊 主要都是由这八旗汉军和开户其人担当 那有人说这必定是少一部分呢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也不是正户其人 在这些地区本来是应该正身其人调的甲呀 很多都是奴才兵 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正身其人原来开户的奴才 后来的开户其人 冒名顶替的 在这些个地方啊 这种奴才兵已然是公开的秘密了 您想起吧 这八旗汉军本来调甲机会就小 所以一旦有调甲机会 那肯定是把自个儿练得棒棒的 他好让这左领能挑成自个儿啊 这奴才兵他也是一样啊 得到一个机会不容易 那这主子挑踢自己当兵的人 肯定不能挑那柔弱的呀 所以说这两种人 在乾隆朝以前呢 绝对是八旗兵当中的主要战斗力 乾隆皇帝这一道旨意不要紧 八旗军中少了开户其人和八旗汉军 一下子呀这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呀 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有人说这八旗正户就真的那么不堪吗 嘿嘿 我见过这么一段野石笔记 话说乾隆后旗 有一群精旗被调甲到山西 大概有一百户左右 这些人啊 从北京到山西去当兵 也就是他们嘴里常说的那个 大漠绝育之地 一路上啊是酗酒打架 哭哭啼啼 别看就只有一百户 这朝廷啊 还得派一名都统和多名椭园跟随 为什么呀 要随行安抚坛压 一路上啊 老百姓看这群人都不以为是啊 要去当兵的 还以为这帮孙子是被冲军发配了呢 沿路抱怨连连哭哭啼啼 如丧考彼啊 就像死了宁老子一样 这说的那可还是乾隆年 也就是说到了咸丰年 派出去镇压太平天国的部队啊 还没打仗呢 就私自往回跑 那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那么所有汉人都出旗了吗 哎 也不是 首先说这京旗当中啊 就是自愿出旗 还是那句话 京八旗这关系枉了巴的 这里边的开护人以及汉军呢 在朝中当大员的多了 所以啊 不能轻易开除出旗 当然了 也有例外 您比如说那大学士方包吧 人家就是自愿出旗的 因为这种大儒啊 他不愿意自己 以及自己的子孙 在这个朝廷里啊 成天的以奴才自居 这种称呼啊 他有伪儒家的教导 所以呢 人家就自愿出旗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还有就是呢 内务府 奴才们不出旗 这内务府三旗里边的汉人啊 没有出旗的 再者呢 就是边防 刚刚平静的地区啊 需要稳定 就得重兵把守 所以啊 就需要精锐部队 刚刚打起来的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将军手下 没有出旗的 还有呢 就是关外三将军 东北的汉军旗人 不出旗 为什么呀 这有个特殊的原因 因为东北的旗人啊 还延续的是 旗人早旗制度 出则为兵 入则为农 人家呢 有旗帝 会劳作 自己能养活自己 没有危机感 所以也不用出旗 您现在去东北 和这老旗人打定 很多呀 自曝是满族的 或者是户口本上 写的是满族的 他们实际上啊 祖先都不是满洲 多数都是汉军旗 或者是早期汉人入旗 相反啊 很多关内的 尤其是北京附近的 很多这个旗人 现在户口本上写的呀 倒不是满族 这和他们在辛亥革命以后 隐瞒自己的身份有关 就那通天文那老的姐 他可能啊 这个户口本上写的 真就不是满族 对了 还有一群汉军旗啊 没有被出旗 咱们上文书 不是留些个扣子吗 到现在这群人 还寄居在一起 这就是在福建三江口 以及广州城的 八旗汉军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两个住房地啊 全是水师 并且生存条件极为艰苦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 八旗中的奴才甲呀 都不愿意到那去当兵去 并且水师的活啊 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 乾隆28年 挑了612名 旗旗官兵 移住福州 原来住房在北京大兴的 郑家庄 612人 多数都是开户其人 要说呀 本身就是能打能吃苦的人 把他们送到这福建水师之后啊 还是干不了 就是因为水师的工作 技术性太强 好 一脚巴鸭子 把您踹到水里 广会灌香油 哪行啊 所以说没办法 把他们呀 调到福建之后 也只能调补到鹿营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人啊 自乾隆朝以后 八旗驻防军就全都是蛮猛 再没有汉人了 刚才咱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出其为民的政策呀 削弱了八旗部队的战斗力 这是其一 其二对八旗政策 还有更大的影响 那就是在康熙朝以后 好不容易弥合的民族矛盾 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原来的老百姓啊 还不觉着这八旗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因为必定还有一部分汉人 得到了八旗的利益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得到清朝利益者呀 基本上都是八旗满洲 所以说辛亥革命一声炮 孙中山先生 一句驱除打鲁 覆卧中华 才有那么多汉人 随之响应 望小了说 这是清朝统治者 狭隘的民族政策导致的失败 往大了说 这就是这大清朝廷啊 成也八旗 败也八旗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要聊点高兴的事 咱们要说说呀 这八旗的 选秀制度